大家好,我是肖肖,今天给大家讲解,现在是残局 今天这盘棋的话,红边双方,都是仅用一个冰和竹,还有像 棋子呢,是比较的简单 那这个棋,红方这里想渗的话,就必须要直冲一步,两步,三步,就能够得这样 而黑方呢,同样也是一步,两步,三步,也能够得这样 红方有冰,甚至黑方老将的活动范围,黑方有竹,也能甚至红方老帅的活动范围 所以红方这里地不起呢,是千万不能贪吃拱象,如果他拱象,那红黑方就敬竹 比如,红方你这里,站平过来,在准备进冰的话,黑方这里仍然是进竹 你这里,肯定是,来不及,而黑方这里还有一步,就能够得这样 所以红方这里,自然是不能贪吃拱象,红方对不起应该是进冰,黑方呢,进竹 在这里,红方将会面对,一个十字路口,是能不能吃竹呢,当然不能吃,如果说他吃掉这个竹,拱掉这个竹,那黑方仍然还是进竹 你这里,你这里栽进冰,像呢,可以给你像掉,你的冰呢,左右来不了,因为被黑方脑将所牵制中,不能动它 所以你,即使你吃了这个冰,那你也是没用得起 所以以后,你的冰反而不能动,而且这个冰呢,又隔得远,黑方这里马上都能过来降伤 所以第二步起,红方在这里是不能吃竹,而现在再进冰,黑方呢,就再进竹 红方再进冰好像要快很多,黑方这里仍然是进竹 那红方虽然快很多,红方这个旗能不能来降军,如果他迎兵来降,老将他就出来,等你在进冰准备停冰叫沙的时候,黑方这里直接进竹 借降助攻,进竹叫沙 那如果是这边呢,同样,这一将,老将你这边,再移进,他就直接移进,也能叫沙 所以即使你红方先,先手一步,但是,此时你这两个兵,黑方有两族都是这二鬼拍门的一个阵势 但是,两小鬼,谁也不能走 只是红方如墨说,他这里也打算飞进兵 把这个兵运过去,来辅助进攻呢 那黑方这里就落下 等你再进兵,他就给你降掉 那你这个兵,肯定也不能走,不能白送啊 那也只能够是飞上 那黑方就进竹 其实红方应该想方向法的呢,阻挡住,他还要这个宗族 他足以过来,再过来一盖,这个齐就直接盖死 只需要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红方现在人手都不齐,也就只能说把效命到这个位置来 那也只能说弃兵,弹恨,弃兵 黑方相调,然后红方这里过来,黑方这边进竹 红方呢,等二象 黑方这里再进竹,红方呢,刚好可以上香,来走个这么起 看是死了,那他足呢,也被红方率所签字不能走开 既然也来不了,但是他有像,可以用像走一下,掀起 你现在只能眼睁睁的,看到他滚过来,而无了为力 他一进两步,直接叫他 所以由此可见,红方这里是不能再选择是进兵 应该是先上香,一步也不能慢 那黑方这里进竹,红方呢就再上香,黑方呢就这里再进竹 红方,就赶紧,先弄一个中香,黑方呢自然也是再进竹 红方,单好,你肥,这个起,就守住这一点 那你黑方这个竹,现在也是不能再进,离进,直接向掉 你只能说是用像走先起,那你的像自然要飞中像,不是飞边像 你如果说飞边像的话,这里一进兵,你再过来,再一进 这个我这个兵可就过来,所以黑方这个竹呢,还有这个像呢 自然像飞中像,那我同样还是进兵 刚好你这个起慢了一步,那你现在应该怎么走呢,竹 哦,肯定不能走,如果他足以走开 好,那我就过来 平兵一将,老将子的形式,然后再进兵 上平兵就是叫啥,你黑方这个,过来之后呢 如果你再过来一将,我再过来 刚好你的竹遮住了酱链,我就可以过来 你再进一步的话,让我这里比你要快 如果你这样一将,我给你做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说黑方这里的竹是肯定不能动 那当然如果他走这边,那我就这边一将 我一过来,你过来还是来不及,红方还是要快 所以黑方这里的竹是不能走,左右来不了,进了白像 上了以后,那你这个像呢,更没地方可以走前 只能让我这个冰过河 而像也是很无奈,只能白送 往边一走也是一样的道理 完了以后你现在这个竹也没办法呀,只能说眼睁睁的走 走,或是你这个像吗,不飞过来,我们边向这边一飞 然后同样进途,进冰 等你再一飞,那我再一飞 你也只能说赶紧,飞过来,准备 来守住这么勤 那我就不再进冰,你也只能说再飞下 那我就再进冰,刚好你的像呢,来不了 刚好我比你快一步,你也来向了,但是现在跟你走 只能说你倒下 那我就再进冰 下一步平平就是叫赶紧 可以就再也没有办法来守住这一步棋 虽然这盘棋子里的,红黑双方都是一模一样 仅有三个兵三足后 一向,仅仅是这样的棋 那虽然步数不是很多,但是也还是比较的奇妙 好,今天这门弹曲呢,就给大家非常地整理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观看 谢谢大家